第一百零一回 段歸將他們日夜兼程趕路 走了將近一個月的路程 已經踏入臨懷境內 這裏來衰陽只有三百里左右的地方 這天段歸姐忽然對她老爸說 爹啊 這幾天我經常都聽你說的南大俠的事 說當世之後她才不愧為大俠 現在來到這裏了既然來衰陽這麼近 為什麼不去看看她先 總是急著趕去索方那樣呢 段歸將心中一動她想 你兒子說得也有道理 鬥仙良就笑著說 兒子啊 你不知道的了 我們趕去索方 有一大半是為了你的緣故的 段歸姐就問了 兒子啊 我帶你去活一位小朋友 她是個又聰明 生得又漂亮的姑娘仔 你看到她 一定會喜歡她的 段歸姐就問了 娘啊 她懂不懂功夫的 兒子啊 她是妙威神黎的徒弟 不單止懂得舞刀龍劍 還會琴其詩話 和懂得很多東西 段歸姐從來都沒有過 和她差不多年紀的朋友 聽到之後她心很歡喜 但是有些擔心她就說了 娘 你說她這樣好那樣又好 那你又怎麼知道她肯不肯跟我做朋友呢 那這個你就不用擔心了 她不單止會跟你做朋友 而且一生一世 她都不會跟你分開的 段歸姐一聽莫名其妙 簡直像白金光摸不著頭腦 她斬都斬雙眼就問了 為什麼啊 段歸姐就說了 兒子啊 你現在還小 告訴你你都不懂的 再過多兩年 你就知道她是你什麼人 好了好了 黑邪啊 你現在問那麼多都沒用 以後你自然就會知道的了 段歸姐對她老爸有點害怕 於是就不敢再前問下去 但還是很歡喜她就說 好了好了 她既然也懂得功夫 我們到了索方之後 就請她一起去見南大俠 跟南大俠一起打退那些賊人 段歸姐聽到兒子這樣說 既歡喜時她心又不安和 她想 是啊 好幾天沒有聽到 關於衰陽方面的消息了 不知道男兄弟他現在怎麼樣呢 走了一陣 見路邊有間賣酒吃的茶店 段歸姐就想打聽一下消息 於是就叫著兒子說 克兒啊 你媽媽有點累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段歸姐把他們剛剛踏入茶店 就見到有兩個軍官模樣的人坐著 其中一個就說了 順望此寒 確實是有些道理 你說了 那個賀蘭賢瑞為何按兵不動呢 另一個就說了 哼哼 還有更加激氣的東西 大哥 我們職位這麼低 講這麼多都沒用 喝酒吧 段歸姐聽完心裡頭一動 正想過去答話 忽然聽到有個客人把筷子一吊 他大聲說 喂 你們到底賣的是什麼豬肉來的 這麼大股味的 是不是那些法蚊豬啊 那個企圖趕快走過來打工作浴就說 哎呀 叔記啊 麻煩你多多包合 這些豬肉只是隔一夜的 不是法蚊豬你的 那股味還不算很難蚊 那個客人就說 還說這麼難蚊 簡直就不能進口啊 看他的模樣好像是公子哥兒 旁邊有個客人忽然冷笑一聲就說 哼哼 隔夜的豬肉 怎麼都好過那些老鼠肉啊 是不是啊 可憐衰羊的戰士啊 到現在什麼都沒得吃了 聽說 連醒裡頭的老鼠和麻雀都吃光了 查譜裡頭的人聽說提起到衰羊 都馬上圍起來 有人就問了 喂 聽說張秦連自己的外妾都殺死了給軍事吃 是不是真的 那個人就說 唉 這樣就真的傳到離譜了 那個女人呢 是因為見醒裡頭沒糧食自盡而死 她這樣做為了想跟張秦掀一份口糧而已 又有一個問了 不是聽說郭寧宮已經派了大軍去頒救兵了嗎 那個人就說了 郭寧宮是派了一支軍隊來 誰知在半路中途不能中道邏復傷亡好重 理智军队不过是几千人 后援的人又未曾到 很难支持下去 就只有退兵 众人听到 个个都猛那么拌脚 有人就问 郭令公和张房余氏 是很好的老友 在公在私 他都不应该坐视不管 为什么不亲自率军来救援 那个人就说 这个你就不怪得郭令公 插兵有一路直攻林武 听说皇上一日 发生七道的诏书 要他全军去救援林武 前往衰羊的果子军女 还是他狮自从亲军 和民兵里头抽出来的 最初那个人就问 插兵来林武还很远 为什么轻重不分 缓急不变的呢 那个人又叹了一口气 你不知道的了 当今皇上就在林武 众人一听你望我我望你 闹声都不出 过到好一阵 有人细细声话了 听说衰羊 已经有人来本州搬救兵了 不知道河南元帅 肯不肯发兵就是了 忽然间 有人在茶谱的外边接着说 你这件事 你不提起就算数了 提起真的击死人了 各位 你们听我说 只见一个衣衫蓝楼的黑衣公 站在门外边 不知道是什么受理的 他就说 那个俊明 都不知道是不是受唐家俘虐 人家有难才是飞马来搬救兵的 谁知他坐勇强兵 袖手旁观 不发兵都不单止 还留着那个来求救兵的将士 可怜好蓝而蓝扮 他十只手指得回九只 这个俊明 厚着面皮 饮人来闹 眼白白地看着蓝白 血泪交流 那个蓝白 咬断了自己的手指头 求俊明来出兵 那个俊明根本来都不来 骚都不骚 我今天说起来 真是咬牙切齿 袁帅将军 怎么已靠得 保家园 还是要靠我们老百姓 自己想办法才是 段归宗一听 心打都可以 他整个弹起一闻了 老大人 你说的那位蓝白 是不是将军手下的将领蓝制魂呢 那个老人就说 不是他还有边果报 可怀疑他 可怀他白白地咬断自己的手指头 刻扣够兵 何兰元帅不单止不发兵 反而连他都不放走 段归将 他隔离位的那个军官方望 就说了 盧核一 你怎么能这么肆无忌惮 在那里骂荷兰元帅啊 原来 核一说的罪名呢 正是他掌官荷兰元帅的名字 这句说话一出 一时间整间茶店里头的客人都骚动起来 大家都在那里骂 他手下有这么多的强兵 见死不够 不抵骂他吗 有些就说了 老人家 你说得对 元帅将军很难靠 保家园总是要靠我们自己的想法 又有人说了 没错 有血理的男儿都应该去衰弱啊 一时间人声鼎伐 在人身警惕之中 忽然见一朝人影 好像截战一声飞飞而出 此人并非别人 真是段归将 只见段归将手中的保佑一辉 踏声 斩断到绑着马的绳 就飞身上马 说时至那时快 豆仙良和他的子 也跟着扑到之旅 飞身上了另外一笔马 那两个军官气都说 暴跳如雷大声猛地骂 喂 那些马是我 我怎么这么吊发 我我的马来的 段归将在马背上大声说 对不起 反正你们不去打仗这两匹马 先暂时借给我们用一下 你们如果想拿回马的话 麻烦你们就去衰扬了 在座的茶客都空堂大笑 他们说 你这位壮士说得对 当兵的不打仗 不就等人去打 好壮士 你先走一步 我们跟着就来的了 潮胜之中 段归将这位夫妻早已经走得很远了 杜善良吹马追上她丈夫就问了 归将 我们现在是否就去衰扬 段归将就说了 怎样 你不愿意 你不记得当年蓝兄弟是怎样盼命护送我们的吗 杜善良就说了 没错 只是为了要报答他的大恩大德 所以我才问你 你刚才没有听到那个老人家说吗 据他说 贺兰俊明不单不发兵 还扣留了蓝兄弟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入省救蓝兄弟出来呢 段归将侧了侧心思想 那真是一个难题 要知道衰扬已经危在旦处 若果他救人 若如受到挫折的话 那便误了大事 但是若果不将蓝制魂先救出来 他又放心不下 正在惆怒之际 不知不觉 他们已经来到一个三叉路口 刚巧得这么巧 就见到有两个军官骑着马迎面而来 神色十分张黄 跑得很急 段归将心里头一动去想 这条路真是从衰弱来 难道又有什么紧急的军情 段归将都没想完 忽然听到一声马西 在另外一条路上又出现了一骑尘马 这骑尘马来得更加快 比那两个军官的马快很多 三眼之间 果不将马已经追了那两个军官 只见坐在马背上的一个身材高大 上帽生得很凶恶的老人 这个老人在马背上大喊一声就说 岂有此理 他便被他打落马下了 那把月牙湾刀又飞到半空之中 那个老人马不停地 眨眼之间又追上到另外一位军官 肖先一收 猛然大开话 快你朝着说 姓南的就哪条路 如果有半句假话 这个人就是你的板 正当那个老人 压手要折向那个军官的时候 猛然之间 听到公然的声响 豆线梁已经发出了三粒金蛋 那个老头也很厉害 受一抄 竟然将豆线梁所发的金蛋全部没收 接着听到一声 马西人叫 那个军官已经捆下到路边的道田 原来那个路人一掌 将军官的马击毙了 他人未离安 竟然能够在这顺势之间 左手折暗味 右掌击不马 段归章见他这么厉害 不禁心里暗自吃惊 说时时那时快 那个老人已经纵马过来 冷冰冰的 原来是豆家的大小姐来 成次金丸好啊好啊 还分给你 反手将三粒金丸就打过去了 这个时候 只见钻黑姐眼泪了 他立刻就说 妈 让我来看你带这个老责 猛言间 指定段归章从马背上飞身若起 直向老人扑过去 豆线梁一看惊 他连望大叫 刻意你回来啊 段归身形一起 有线利盐的弓箭变得似得似乎 指定的叮叮叮响过之后 他在半孔子中已经拔出一把短剑 寒光闪闪啊 将那个老人打回转头的三粒金丸击落 连人大剑发出一栋银光 段黑姐虽然没练到他先凶凶而这么厉害的本领 但以他这样的年纪都已经令人惊讶了 那个老人一看年轻清赞 好业,小孩,果然很纯粹 喂,你是空空仪的什么人啊 这个老人没有学心站见识又说 段黑姐的轻功一路 他已经看得出什么路数了 心里头不敢暗字叹声嘛 哼,我不怕得罪他老爸老母 但如果结怒了空空仪 这样就麻烦了 段黑姐就说了 你理你我是谁都好了 我只知道你是个书人 我就要打你 声道人道 在半洞之中压个光斗头下脚上 手中的短剑凌空刺下 剑尖直指那个老人的太阳穴 老人又怎么会被他刺中啊 只见老人重置一弹 将段黑姐的短剑弹开了 左臂一圈 就要将段黑姐拖下来了 但是始终都因为顾忌着空空仪 所以未敢使得他追运神掌 好了 这里我们再说段黑姐的短剑 被他一坛手腕麻痹 而且还隐隐作动 段黑姐不由心中一阵 白亡之中 使出师父的轻功绝技 就借着他这一坛的力量 在半洞之中 突然又打到个关斗 但这一趟段黑姐是向后翻的 那个老人这一坛 没有将小孩的短剑弹出手里 也觉得有点意外 既惊雅时又有点爱惜 他的马是一匹惯经战阵的梁区 未等主人指挥 就向着段黑姐照冲过去了 段黑姐在半洞之中 一刻关斗翻下来 身形刚刚落地 只见那个老人连人大马 已经冲到来 眼看着小孩就要伤在马蹄之下 危险啊 猛言之间 传来一声呼喊 老责又得伤我的意 但见剑光一闪 他说原来是段龟张飞马赶到 这个老人见他剑势 凌势不敢轻力 抹转马头 随手一掌劈出 段龟张渐渐一阵 趁势使出一袋剑法 一招离港蛇蛇的 向前急刺 这一阵 他们的马 刷身而过 那个老人一个灯女藏身 两只脚刀挂着马鞍 左臂一身 半边身沿空着 居然使出十分厉害的禽拿手法 要将段龟张拖落马下 幸好段龟张的骑术和剑上 一样这么吭 只要他左掌一拍的马鞍 在马背之上 施展出铁板桥的功夫 用单臂作为支柱 整个人在马背上 腾空了三尺 剑锋一转 压着纯粹推手 平削而出 跟着听着 啪的声 那个老人压仲击中段龟张的马头 那把马就滚落邪波 而且还将段龟张 抛出几丈远之外 但那个老人呢 他就觉得头壳顶一片心凉 啪 什么事啊 原来段龟张这一剑 刚刚好从他头壳顶削过 一执乱法 已经除了剑光闪过 而纷纷削落 那个老人也不由大气 都在心想 哎呀 这个声段的剑法 果然命不虚传 他们夫妇乱手 我是好难取勝的了 当卡卡声笑着说 哈哈哈哈 声段的你站稳 我们在衰弱城下 再见过高低了 讲完快马加鞭 三眼之间 已经走得无险无踪了 各位 到底段龟张夫妇 能不能够找到南济魂呢 明天才说 和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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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茂즈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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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